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五 虽然是星期五 可是马股还是大反弹 KLCI 啦 大反弹10多点 昨天美国还是继续的上 我们讲了美国继续的上 没有什么大的转弯 这边我们马来西亚马股 应该还有机会啦 暂时今天星期五还是蛮好的 还是冲的蛮美咯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美国继续 OK 没有什么大的 动作继续或者慢慢的上 或者没有什么动也不用紧 跌一点点也不用紧 不要一个大U等 没有一个大下跌 应该下个星期还有机会 不要忘记下个星期五 美国美联储 做什么 会报告那个会起息 起息0.75 可能还有机会上 因为美国market现在很强 那些很多机构 他们的报告这个月季出来 还是很强 那些投资者还是很有信心 0.7应该美国不会太大的影响 不会 不会导致 经济衰退 大量的经济衰退 长期的衰退 如果是1.0就很难讲 也许又会蹦 很重要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窗口还是很美 可能还有一两天的窗口 如果今天美国没有蹦的话 还有几天窗口 直到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四应该market 很危险了 要很小心 如果美联储 它起到不是太高 还有机会 如果起很高 1.0 那时候 我们要看美国发生什么事先 也许下个星期 下星期你要开始很小心 希望今天美国没有大跌 今天早上我有做一个视频 大家都很支持 早上我有做一个视频 这个特别版 特别版 谈谈心态 谈谈心态 玩玩音乐 第一次做 大家要去看看 看看那个心态 和那个 有点音乐 给大家分享 记得留言 点赞分享 OK 记得要看这个 中午版 蛮有 热气 有很多人留言 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留言 OK 首先 看看免责声明 看这个免责声明先 还有不要忘记先 点阅 OK subscribe 还有按那个铃铛 炸炸那个like 跟我分享 分享 还有记得留言 有什么好料 记得分享分享 CGSNB要开户口 可以试试CGSNB 下面有那个链接 可以玩美股 新加坡 香港 马股 0.25 他的水钱也不贵 你要玩外国也是很低罢了 啦 so 这个是很方便 0.25美国 0.25新加坡 香港0.2 啦 这个很方便 里面又有trading view 就是我来看图的软件台 里面已经有了 ok 所以我画的全部东西 你也可以画啦 ok 看看明镜声明快快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你不会担任何责任 我会担任何责任 ok 所以有朋友讲啊 本来KS看股 变了KS点格 等下 ok 我们看看 看看那个什么 看看国际战 market今天把股 把股 一冲 通过1450 1440 1450 直接冲破 冲到1440 冲到1465 1450点 就冲破了啦 真的是很强啊 很强啊 所以上了15点 15点 15点 18点 星期五晚上 人还能上 还能上15点 这个真的很 我都 我都有一点 我都有一点 吓到啦 我都有一点吓到啦 我们看图 图跟我们讲 继续有机会 我们继续看 图跟我们讲 不能 我们就逃啊 啊 不再犹豫啊 ok 1.067 ok 1.067% 啊 新加坡上了 0.86 0.861% 香港 航行上了 1.168% 啊 韩国掉了 0.665% 啊 Nikkei上 上了0.402 全部4%啊 泰国上了0.178 菲律宾上了 0.115 中国 FTSD上了0.480 中国 SSE掉了0.062 中国 SSE掉了0.491 啊 澳洲掉了 0.041 印尼上了 0.333 纽西兰上了 0.573 台湾上了 0.078 俄罗斯 0.186 俄罗斯 好像没有动过 啊 印尼上了0.676 啊 所以 亚洲还是不错啦 大部分都是反弹 大部分都是反弹的 有些跌爆了 啊 还不错 所以我们看欧洲 欧洲 啊 看下现在啊 啊 啊 FTSD上了1.0.302 德国DX上了1.0.221 欧洲有个小反弹 暂时啊 他们是早上啦 现在啦 OK 看美国 美国昨天大欧洲上了0.509 NYSE上了0.627 S&P上了0.986 NASDAQ上了1.361 所以美国还是强 所以美国没有转弯 没有转弯 今天晚上没有转弯 所以下个星期还是美的 不用紧 我还有明天 我们明天要看大局 明天很重要 因为我们除了看 看这个 看钢铁 看指数 我们还要看美国股 看Apple那些 看上他们 他们到底是不是反弹 如果现在美股也是在反弹 证明这个Market真的很强了 它的指数在反弹 应该是有机会啦 应该大部分都是在反弹 我们要看清楚先 看了才 才比较 有一个概念啊 做了一个概念 看了你 你明白 这个世界在做什么啦 不要关注眼睛啦 你看了你明白 哦 现在人类世界 特斯拉在反弹 Apple在反弹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AMD在反弹 所以我们知道美国很强 美国很强 全世界 我们 全世界股票 通常都会有 有好处啦 如果美国大跌 中国大跌 你们就很难 美国 美国占中国 还 中国又比较难啦 因为中国他要COVID-0 他很多封锁 所以比较难 至少美国也强啦 因为美国强 中国强是最好了 OK 美国强 至少还有机会啦 OK DAOZONE上了0.509 NYSE上了0.0627 S&P上了0.986 所以NASDAQ还是很强 上了1.36亿 所以明天 明天是变得很重要啊 明天我们看大局啊 不要忘记啊 明天做一个概念 看了大局 明白了这个世界 怎样跑 我们才进去投资 下个星期 或者再加码啦 也许很多已经买进了啦 好 我们就加码 不好 我们就 take profit 中优 中优 还是3956 还OK 收债差不多4000 原油跌了一点 103 原油跌了95 全部人都要压 那个油下啦 油一直上 我们全部惨啦 人民是很惨啦 全世界的人 OK 1723 跌了 继续的跌 赢18.75 还是OK啦 OK 今天 亚洲 不错反弹 欧洲还是开始有小反弹 美国还是很美啦 暂时啦 OK 我们看马股 马股一个大突破 今天很夸张啦 一个大突破 一个大突破 回来 要回来这边了啦 我讲这个很重要 1476 1488 这个就是这个通道的压力 看他能不能突破 OK 他能突破这个通道压力 他有机会去前5点 证明这个窗口继续的开 还有机会 他不能突破 来到这边掉下来 也许这个窗口关了 他掉下来未必讲一下子就完蛋了 然后他掉下来 他还有支撑的 这些位还有支撑 还能推他上去 如果他跌破这些支撑位 证明他就完了 不是讲一转下去就完蛋了 OK 暂时 他现在的冲率 RSI突破50 还没有潮迈 他还有空间的 还有空间可以上的 希望美国 美国没有什么大风吹草动 应该是我们会很安全的慢慢上 美国一个大优灯 你就要小心了 OK 我们看马拉股 Busa 星期68 上升股580 下跌股278 2.048 个billion交易量还不错 超过2.0还ok 15.48上了1.07 1465 大仗一轮 OK 你看今天 早盘直接到下午都是买的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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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很美了 很美 集团跟散户都是在买了 OK 消费上了0.4 工业上了0.03 1.8 今天建筑不错 上了1.36 突破 科技继续上0.74 这个金融也是突破1.44 房产0.37 种植没有什么上 零点掉了 零点掉了1.0.47 阿力ID上了1.0.29 能源上了1.0.94 医疗上了1.0.49 电讯上了1.0.2 运输上了1.0.61 工艺品 水电月上了0.9 全部我们明天 我们明天看大局 我们才看他的这些板块 今天我是会讲几个 OK 所以今天动力股 动力股 动力股我们有MBI全部讲了 金银看看很大量 SAM看看 Harlene看看 Airport Airport 昨天讲了啦 继续收就可以了啦 Airport啦继续收 Public Bank有量看 Genetec LC Titan Betron看了 Maybank昨天看了 Maxys有量看一看 看Benta看了继续收 MFC今天有量 有点量没有看 MFC 看看MFC Core Bay Core Bay Core Bay有量看一看 So 我们看看这些 OK OK 今天突破建筑 突破了啦 我们是靠MRT罢了啦 昨天情分也是讲了啦 有什么好的只是MRT 所以他有一个小窗口 回来这个158 OK 他会 158 看他能突破 158 我们就可能他回来 162 还有一个小窗口 给他反弹 看他能去低渐 AlessI刚突破50 但是有机会 有机会继续上 有一个小窗口 OK 电讯电讯也是突破了 也是有个窗口上来 OK继续电讯 还OK 还能上 金融金融突破了 所以今天 冲到来这边有点压力了 1616533 他能突破16533 这个位置 OK 他还能上 如果他不能突破 也许暂时 他会被这边主力顶住 我们看到一两天前 暂时他的 他正在反弹 正在反弹 他有一点主力在这边 能源 能源还没有突破 能源还没有突破 还是慢慢的上 还不算很强 OK AlessI还没 还在50下面 这个还不是很好 Utilities 工艺品 工艺品呢 他开始反弹了 他开始突破了 突破了这个 突破了这边 而且看来 这个工艺品 有一个转期反弹 有一个转期反弹 还有机会 OK 今天慢多东西 今天BOSE很多东西 金融反弹 大反弹 Public Bank 有突破 等一下我们看看 Affin Affin也是继续突破 我们看看继续上 今天 今天 如果有买到每一股的 有收到好股的 就是好像Mr.Bean这样 那边 Innali Innali慢慢的上 等下我们看一看 今天今天大张 OK 等下我们看一看 Francon Francon 也是一直在上 我们等下看看 Revenue 也许有机会反弹 等下我们看看 Genetect也是一直在上 我们看看 Genetect都破了 OK Darren Superman 今天飞了 还有这个 这个 Made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个 那个 Star Wars的动力 Made the force be with you OK Denis讲 up up 很高兴 Darren 晒浪啊 哈哈哈 哈哈哈 OK 记得啊 美国继续站 安全 美国大Utun 你要小心 就是这样 不了了 暂时我 就是这样简单 不了了 OK Food price lead inflation 所以这个 我们的通胀又起了 又起3.4% OK 食品价格导致通胀率在6月升至3.4% 哦 又起了 是起到127.4点了 哦 这个这个是 尤其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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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食物啊 是起到最够力了 啊 所以惨了 啊 油还不跌 真的全部人产了 所以东罐东罐呢 要去什么了 要改去这个 用这个 松罐的电力供应转变为100%可再生能源 哦 100%用再生能源了 东罐看一看了 他有这样 有新闻出来 很久没有看他了 看看东罐了 啊 OK 东罐他创到这边 2.39 有点压力 他从这个通道底 他必须要站在通道里面 2.39 上面才有机会啊 他没有突破2.39 我看暂时还是不是很好啊 东罐还是不能 啊 Datasonic OK RHP讲Datasonic 有机会反弹 突破48 线 有机会去53 跟58 啊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啊 Datasonic 啊 啊 所以他的是 48 53 58 所以跟我一样啊 我也写48 啊 所以他的他们分析跟我一模一样 突破了48 啊 我有放这边我有放了一个level 啊 啊 啊 5.1 所以他没有放他放5.54跟58 58就是这个啦 好 我把了这个MIDF这边这个通道顶啦 就是58 啊 OK 他讲有机会去54 58 跟我们的分析是差不多一样啦 啊 OK 我放54他讲他讲53 53.5 啊 所以这个他讲我放57他放58 所以差不多在一起啦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还不错 啊 继续你买进了继续收啦 啊 啊 一堂也讲他有机会啦 啊 所以不杀上啦 因为这个啦 因为不杀上 因为这个啊 美国啦 随着华尔街在科技主导的复苏中跃升 大马交易所的掌势仍在继续 啊 这边他是讲这个 积极的企业盈利结果 尤其是特斯拉 增强了投资者对经济任性的信心 啊 推动科技 因为特斯拉还是还能赚钱啊 特斯拉他的 他的报告出来蛮好了啊 啊 啊 特斯拉还能赚钱啊 因为特斯拉是买贵车的啊 买贵 卖贵车的 卖贵车都还能 还能 他的生意都还能很好 证明美国暂时还是很强了啊 OK 啊 啊 BAT啊 BAT不好啦 这个这个啊 CGSMB啊 调低了 他的他的他的这个 啊 啊 调到8.7了啊 他他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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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啊 他这样8点他放8.7了啊 所以 8.7是很低了啊 OK 所以很难啦 政府一直要要要要什么 要BAN啊 要阻止抽烟啊 所以 他这个抽烟 就是很难很难再上了啦 所以他放在这边8.7 现在在10块10.62 看来他预算他还要跌了啊 所以这个不能玩了 Jayamata Jayamata 他卖了他这个 OMSB 他的收入可能会跌了啊 他讲会影响到他25 到27%的这个 啊 收入啊 so but他还是没有 还是给BICOR but他调低了 调低了 快六七快四啊 OK 调低了快六七快四 RHB啊 OK so CMSB 看看CMSB啊 CMSB 啊 OK 本来在这边 啊 快七快六左右啦 快四 快四还有机会啦 如果他能反弹 还有机会啦 如果他能有反弹 他就能做了一个双底啊 Alex 爱做双底 也算是双底了啊 so 也许有反弹啊 好也许有反弹 这个你要小心看 0.95 他突破0.95 可能可以捞一点 然后突破这个 啊 啊 突破这个 也许可以加一点啊 要小心看这个啊 或者 RSI突破50 可以 可以加一点 RSI突破50 或者 OK OK CMSB 嗯 MIDF MIDF 给 Alliance Bank ABNB啊 OK Target目标 啊 从3.72 到3.64 还是给BiCo 啦 ABNB还不错啦 ABNB 我们看看 ABNB 哦 ABNB没有突破啊 ABNB ABNB没有突破 2488 还没有突破 冲上去 跌回下来 有一个尾巴 有个假突破 小心点 3.30 如果如果下个世纪 继续跌 他不是这样好的 RSI突破50 他必须站在50上面 他站不稳 跌回下来 这个就不好 哦 他的报告 嗯 报告应该出了啊 今天啊 这边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写出来啊 哦 还没有写出来 那报告还没有出 看看 还没有出 还没出啊 他的报告 ABNB 还要是 还没有出啊 还要是 7月22号 对啊 还没有出啊 OK 这个暂时 这个不能啊 暂时啊 如果下个世纪下跌 这个就不要了啊 不能 他给3.64啊,3.64还ok啦,看下3.64在哪里 3.64在这边,所以还有一个小,啊,这个3.64这边啊 就是这个通到底,哦,所以他觉得他还有机会回来这个通到底啊,ok,3.64 看下个星期他继续能充,可以,可以老,如果下个星期他跌了一下来,你要小心了,哦 本来还是给by call啦,还是给by call啊,ok,还是给by call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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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y bank,may bank给,给AirPods还是给by call啊,还是给by call 7.25啦 啊,ok,因为这个,他讲这个什么啊,cash flow啊,因为,因为这个啦,交通,国际交通比较,现在比较,比较,比较好了啦,比较多的乘客,乘客了啦 啊,所以AirPods他给蛮高啦,蛮高啦,7.25 所以AirPods要突破了啊,第一层6.3,我讲可以老一点,现在他突破了,才再突破6.48可以可以,也许可以加一点啊 这个你等下看他,他RSI突破50了,AirPods看来他好像要反弹了啦 OK,这个你要小心看,AirPods可能要来了 Top Glove,So MIDF给Top Glove一块钱罢了啦,一块零一啦 看一看啊,他给Top Glove一块零一,你看看Top Glove Top Glove一块零一,他给whole call罢了啦,MIDF,一块零一 一块零一,就是现在,差不多现在价钱0.995啦 So,so这个他不觉得他还会上啦,没有,他不觉得有机会反弹啊,暂时,暂时啊 So,Yinseng呢,Yinseng,Yinseng好像要拿到Project啦,我拿,啊,没有,那他那个新闻,暂时不,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我们看一看Yinseng啊,看一看,我好像有看到,早上有看到他好像是有新闻的,我找不到了啊 Yinseng 7293,Yinseng好像要反弹,你看2.085,他能不能突破,能突破他可能有一个机会慢慢反弹 他不能突破,可能就是一个短期,把RSI刚突破50,好像他好像要来啦,好像要反弹啦 好像要反弹啦,你看看这个啦,2.085,看他怎样 OK,CGSNB调低了,这个Petronas Speed Game啊,Petronas Chemical,去到9.3了啦,本来是10.6了啦 所以调低了就不好了啦,证明他们对他开始,没有这样乐观了啦 Petronas Chemical是炒完了的啦,那天我讲他已经飞到来,而且全部目标已经到了啦,那天差不多到了啦 OK,所以今天跌了下来,现在他已经调到来9.3了,从这边上面,从这边,从11块调到这边啦 所以没有什么穿口完了啦,所以你要小心啦,应该是炒完了的啦 他也没有什么反弹啦,突破8.7才讲,8.78才讲啦 OK,semme看看很多动力股今天啊,AirBoy Report previously wants to get up A.Port fucking ataRevenue,看看Gefeed & puot Canetech com RSI 2, possibly no $3 还有没有超卖,量有来意,应该还能上多一点 仅充值2.3.2.4,2.3和4.8 son 这个暂时收,没有丰富,ation 他的红辣出来应该是OK OK Level new 今天想反弹0200 他有突破 突破了这个0.98 应该有机会回来1.14 如果他能突破1.14 甚至1.35 也许有机会他有这个 有一点动力在反弹现在 啊 还有所以 Franken Jing Franken OK 看Franken OK Franken还是继续上 他有点主力在2.61 小心看 他能突破2.61 应该他还能2.85和2.9 他不能突破2.61 你要小心啊 他有点主力在这边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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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收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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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他动力还是很高 他没有尾巴 所以看来还要 一直 青蜡烛一直收啊 4.26你要小心 因为通到顶 这边你要小心点 他没有红蜡烛出来 他没有多多的红蜡烛 或者大根红蜡烛 就继续收啊 看来他还能 还能涨暂时 啊 以哪里 以哪里 以哪里慢慢上了 暂时还可以啦 慢慢的涨 慢慢的涨 他在2.78这边有一点 有点主力看他能突破 他能突破他应该还能涨 他不能突破你要有点 你要小心一点 我看来暂时还ok啊 以哪里 CMSB讲了 Public Bank跟阿Fin 银行那天我讲啊 银行还有应该还有机会谈呢 所以银行这两天是谈最多啦 阿Fin是比较好啦 这个小Bank比较好 小Bank那天从我们这边谈上来啊 从我们这边讲 可以捞这边已经5%了 分分钟可以去到10多%啊 继续收这个看来很动力还大 继续收 Mail Bank Mail Bank也是突破了啊 暂时继续收啊 也是冲着上去 Public Bank 9.1左右应该有机会 8.9到9.1左右 Public Bank Public Bank也是一个大谈 现在CNB这些 第一个目标4.6到了 希望他还能冲 ok继续收 看他能冲到4.8 4.9或者5块没有啊 暂时他再冲着上去啊 我觉得4.8还有机会了 暂时啊 暂时啊 没有大的红蜡烛 继续收 呃 PKMD Sonic 东冠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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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真正的反弹啊 他只是一个小反弹 阿里塞没有突破5色 3.2 3.2 3.2-3 突破3.2-3 阿里塞突破5色 也许有机会去到3.7 或者3.7-3 4.2 哈人 哦 这个我没有追啊 这个不敢追啊 然后把它搭账了 这个哈人 哈人 哈人 我们看到的时候 当我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冲很远了 已经冲到来这边,所以我不要追了 差不多到通道顶,我不要追了 怕这些集团他要丢货的时候 他会炒一炒给他高,然后他一三十就丢了 所以这个很危险,这个不敢追 虽然他有大仗,不敢追 太高了 太高了 当一波,从这边开始 我们没有追到,他已经冲到来这边 通常我是不要追了 你看,他从开始他飞的时候 到这边已经100%了 已经冲了100%了 还怎么样去追 太迟了,对我来讲太迟了 也许他还能飞了,还能飞到100% 我是不会进了 他已经冲了,这样久 因为这个一定,这个是最后波了 LC Titan LC Titan好像有动力要反弹 我们看2.135 他突破2.135 也许还能飞 他不能突破,也许横盘 也许还会跌 暂时看2.135 MAXIS 摩克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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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反弹 他有点主力在3.57 他能突破3.57 也许还能 他不能突破 也许他 因为他这个有一个通道 顶着他 这个也是要小心 3.57 他冲不破 他可能还会跌 他冲破了 可能他还有一个长期 电讯 电讯 我觉得有一个窗口 你看他的这个板块 他有一个窗口上的 所以电讯 也许还有机会 如果你买进了 暂时搜搜看看是怎么样 也许还有机会的 也许有机会突破还能上 因为他的板块蛮好 板块蛮强 Kobe Dialog Kobe 没有什么动力 突破2.75 2.75 Dialog Dialog反弹不错 你看2.17 他能突破2.17 他有机会去2.38 跟2.54 他不能突破2.17 你要小心 Dialog MSC MSC突然间来了 MSC 还是不能 这个不要玩 还是不能 他想反弹 他还不能 MSC这个我们看明天 我们看大局 看下钢铁 看下钢铁 看下国际钢铁指数 那些 看下有没有机会 OK so 不要忘记啊 看看中午视频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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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